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讓你的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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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座椅 我是主持人哲哲 今天是我們的特別單元 投資必修課 修課什麼修什麼 對我們美債殖利率上漲了之後 除了台積電還有哪些個股會遭殃嗎 現在最夯這個題材 所以今天全部一定要看 是 非常重要 很重要 為什麼 美債殖利率上漲跟台積電什麼關係 那除了台積電以外 什麼是受害股現在不能追喔 好我們今天來請教我們來賓 好我們第一位來賓 鍾坤真分析師 鍾哥好 各位好 觀眾朋友好 我越看Posh 我猜他假日一定出去玩曬太陽 對不對 曬很多太陽對不對 都開天窗 他都開天窗 有聽到 他開天窗不是說股票開天窗 是說他開的要Posh天窗 Posh是有天窗的你知道嗎 好像太陽都帥進來了 好 沒關係 來 第二位 陳昆仁分析師大人哥好 主持人好 各位投資人好 好 也是大人哥 我們美國隊長 好 世界扮演美國隊長 好 來 好 再來就是我們今天主獎者 陳維泰分析師 大家好 我是維泰 哪一天我身體不舒服就請他來代班好了 好 那現在呢 我們就請維泰哥上來 告訴大家哪些個股會遭殃 哪個啦 以前美債殖利率 跟台積電什麼關係啊 我現在常常這樣講 重點是台積電 那以後直律上漲哪些個股會遭殃 這很重要 這要注意喔 因為現在漲的股票 現在這幾天漲的股票 像敦泰你看漲本一筆低的股票啊 是 是不是 那個中鋼購 漲值利率10%的股票啊 是 台積電開高走低 因為值利率低了啊 所以好像這個題材很重要 來 兄弟說 最近國際股市一直都圍繞到這個話題 就是美國公債的殖利率 往上做重高 那這個是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的一個走勢圖 我們發現到其實從去年的8月份 9月份開始 它就開始竹底 然後在最近的這一個月份 往上再做衝高 一度衝到1.45% 是 這是美國公債殖利率 那為什麼美國公債殖利率衝高 會這麼有影響呢 首先我們來先看一下 到底什麼叫做公債殖利率 是 OK 好 所謂的公債殖利率 大家不要把它想的這麼樣的困難 如果大家會算這個股息殖利率 大家就會算這個公債殖利率了 為什麼 因為公債殖利率它就是 債券的利息除以債券的價格 就得到了公債殖利率 OK 問題是 債券利息其實在我們在這個購買債券的時候 它就已經訂好了 換句話說當債券價格往上出現什麼 走高的時候 就表示什麼公債殖利率會往下降 而現在是債券價格往下跌 造成公債殖利率往上去做一個走高 這個是公債殖利率的一個算法 好 那我們到底什麼叫做公債呢 其實公債就是 簡單講就是什麼 它就是一個借據 它就是借據 一個借據裡面會有什麼東西 它會寫什麼 你借多少錢 是 對不對 什麼時候還 你什麼時候還錢 是 對 利息要多少 是 剛好這些東西公債裡面都寫了一清二清 很常當債族 對 所以當你覺得 什麼叫公債不太認識的時候 就知道公債它就是一個什麼 它就是一個借據 好 OK 好我們看下一張 那為什麼這個大家在討論的公債殖利率攀升 對股票的市場有這麼大的影響呢 就是因為 當債券的價格下跌的時候 從剛剛那個公司可以看到 當債券價格下跌的時候 那美債殖利率就往上增高 那現在為什麼大家會擔心說 美債殖利率升高呢 就是因為債券價格下跌 表示什麼現在大家都怎麼樣 拋售債券 是 我們知道債券基本上它算是一個叫做 無風險的一個投資商品 可是現在大家不要直接 無風險的投資商品了 我要去怎麼樣去追逐一些 暴主力比較高的 比較有所謂稍微一點風險的一些投資商品 那這時候大家尤其是市場專家 就會擔心說 之前大家都很保守 之前大家都會去買債券 表示這個行情還沒有到底 還沒有出現這個泡沫化的疑慮 可是現在當大家都拋售債券 跑去擁抱股票的時候 他們反而開始擔心 就是目前市場上面有可能會出現什麼 泡沫化的危機 就是目前市場上面大家比較擔心的一個問題 可是我個人認為 其實等到就是當這個債券的一個價格開始下跌 再到這個股票市場真正出現泡沫化的崩跌 其實過程還一段時間 那段時間我也覺得還一段時間很久 所以大家不用自己嚇自己 很久 每次人家喊一喊泡沫 到隔兩三年 差不多差不多 2008年級海嘯的時候 你看那個大賣空 你看人家那個主角 人家兩三年前就做空了 被尬到人家就把他當瘋子 後來才把他當神明一樣來掰 所以我覺得現在泡沫還好啦 對 我覺得大家不要自己嚇自己 反而就是趁這個時間點 去挑選一些就是剛才哲哥說的 就是一些殖利率比較高的股票 我們來瘋利做一個呈現 對啊 如果你覺得有股數的泡沫 那你選殖利率高的股票 他就有下盤的保護了 一萬六還有一大堆殖利率4%的股票 對不對 好 謝謝你 那剛剛有提到說台積電 目前的一個股息殖利率 大概是1.6%多而已 其實並沒有很高 那哪一些跟台積電有類似的 我們趕快看一下 就低於2%以下的 對 低於2%以上的 那裡面包括像台積電 到昨天 難怪穿越今天跌 你很準耶 不是我準 這個就是 其實市場上面大家都很聰明 知道他的殖利率相對比較低的時候 他們就會怎麼樣 他們就會去做一個換股操作的動作 對 所以包括像台積電有沒有 還有像台達電 這都是之前 我們在去年的一些當紅炸紙機 可是反而在今年 並沒有特別的出現股價的一個表現 欸 這個 這個是你這三禮拜好像就做了嘛 對不對 我繼續股票 你看一下今天的走勢圖 我們來看一下吧 創意藍電中桿 藍雅科 看一下好不好 請我們小編看一下 欸 喔 創意 3443 你看 跌啊 然後藍雅科嘛 欸 也跌啊 欸 蠻準的喔 新興店 新興啊 3037 對 也是跌 欸 也跌啊 對 欸 你這個就是做空的標的對不對 所以確實啊現在大家的反應 都是在把這個之前股票漲得比較多的去做個表現 中間也沒什麼漲啊 然後結果中間夠漲啊 因為中間夠值率10%嘛 是 沒錯 好 所以這個表現很重要 你說 對 所以這些是這個目前喔 股價它的殖利率低於2%的全資股 那大家可以就是先參考著 那盡量先做避開 那可能會有人想說 那我可不可以找一些殖利率比較高的 有沒有 當然是有 有啊 我幫大家準備好了 真好 這個是目前這個殖利率啊 高於4% 也就是從台灣50 跟中型100裡面 這150檔當中 特別幫大家挑選出來的一個標的 是 你發現到3005的神機 欸 對 你好像有講過 年8之 這個年假之前 對 神機什麼 拉漲停板 為什麼 為什麼 我記得神機不知道是你講還是誰講 之前就有人推薦的時候 神機殖利率很高 有 那今天他還是在繼續去漲 他還是有6%左右的一個殖利率 是啊 所以我相信 所以你看到現在是長殖利率高的 對 而且我們福利社講很久 沒有錯 瑞永講過 對 是你講的嗎 特別單元 不是齁 不是我講 你滿老實的 我講的 你不回答我 我講的 你不回答我 我記得肉依我們有來賓講對不對 有 特別單元有提 特別單元講神機殖利率特別高 是 好像是廖路民道副總 有可能 我們在下面再貼臉給大家看 下次再貼 再貼給大家看 可以好不好 沒關係 所以神機看殖利率很高 好像現在走殖利率高的 對 你講成這樣殖利率還有6%嗎 還是有 對 大概還有5%左右 5%你看啊 漲啊強啊 那我們看光寶科好了 光寶科也是每年他的殖利率都相對比較高 大概都在4%以上 好 我們看一下光寶科 你看也漲啊 也是緩步墊高 雖然弱勢可是緩步墊高啊 對 所以現在全部漲殖利率高的股票 就算外資在賣喔 他股價還是往上走高 因為 像比如說我是賞戶啊 5%我照買啊 我管你外資賣又賣 除非他有 除非他有 行業有變動嘛 有失去訂單嘛 所以我管你 這殖利率現在是最好的保護傻 或許一些長線投資的買盤 他們會看殖利率 不管外資買不買 他就是會進場 對你這樣講沒錯 而且我講一個重點 其實你看一件事 現在很多資金是從 定存裡面流出來的 是 那你看我管你 我管你的股市行情怎麼做 我管你的台積電 台積電殖利率現在變那麼低了 1.6% 可是我這邊5%的殖利率 我比定存好幾年啊 我存一年可以存5年啊 存6年啊 0.84% 那個債券價格一直在跌 就表示什麼 大家都在拋售債券 對 拋售債券之後 手上拿到現金怎麼辦 大家挑更好的報酬率的標的 對齁 你看到債券 殖利率上上升是因為債券下跌 是債券大家不要了 是 對齁 大家不要 那就是買這些殖利率高的股票 對 所以現在反正這樣 你看益龍今天看起來 漲很多囉 可是他其實今天也沒跌 還有之前跟大家報告過的遠傳 沒跌 遠傳也是在接近 只有遠傳沒有距離嘛 也是一樣 也是敲一下往上拉 對遠傳你有講喔 對對對 因為你好像是誰講 只有遠傳沒有距離 我忘記了 好像是玉凱講那個爛哏吧 沒有啦 開玩笑了 好 這個都是在之前 股價都在低檔打跌段時間 那現在又因為有殖利率的利多 然後股價有可能往上加多 走高的標定 好 好 這個遠傳 所以你看 所以這 這幾檔股票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 你覺得他們什麼股票特別好的 如果是我的話 我認為每年的光寶科 都會有一波行情 一年大概都會有一波 再來就是遠傳 就是屬於防禦型的 有風魚是不錯啦 那最近的紙張也在漲 所以它也是有算是正面的加分效果 所以記起來 我們偉泰兄有跟我們講的秘密 每年光寶科會展一波行情 展資歷的行情嘛 對不對 展田泉席的行情嘛 對不對 好 所以光寶科 聽人家講 我要選 光寶科 以及神機 資歷越高越好 好不好 光寶科神機 好 來 坤真兄你一定要選誰 我選台光電 台光電 因為其實台光電它主要是在銅箔基板這一塊 那銅箔基板它其實整個工需缺口 目前也是非常的供不應求 那再加上說銅價其實一直在上漲 那台光電它可以把整個銅箔基板的成本 轉嫁給它的客戶 所以我認為說台光電它不只是說高殖利率 它在產業這一塊 也就是說它的本業銅箔基板 也會有不錯的獲利 它本業在提高的話 殖利率又變高了 本業在獲利提高的話 來 我選義龍電 義龍電 對 原因是因為我要找是進可供退口手的標的 對 那如果以殖利率的考量來說的話 義龍電有確實有殖利率這樣的題材 對 那如果以成長性 對 如果以成長性來說的話 它今年的這個觸控的部分 也是有蠻大幅度的成長 它就至少要成長25% 然後今年對不對 公司派好像在說 所以我選像有成長性又有成長性 那你這樣跟崑正雄一樣啊 又是長線保護短線嘛 好不好 你說長線有個殖利率題材 短線有個可能今年那個利多題材 所以台光電跟義龍 我又喜歡選台光跟義龍 沒關係我還是選本業比比較高的 神經跟觀寶科 肉贏呢 遠傳跟義龍 遠傳跟義龍 還是只有遠傳沒有距離 這句話是你講的 不是 絕對不是 遠傳跟義龍 義龍為什麼 馬上撇清 他常常當凱滅 好 義龍為什麼 義龍其實 因為之前已經跌過一陣 然後現在其實看起來是比較 可以進場的 對 好 那我知道 好 那謝謝你 好 謝謝 謝謝我們的分析師 維泰球 告訴我們的 誒 資利高了4%股票 趕快把它畫面記起來 有沒有看到 然後這個是很好的股票 資利高了4%的全資股 第2%呢 看一下有點危險 除非 要注意喔 除非美國公債 殖利率有上升 對 不然其實這些股票 會比較長不動 不能說跌下去 對 就像台積電 殖利率現在那麼低嘛 對啊 會跌下去殖利率就變高啦 不是要這樣做空 而是說長不動 沒錯沒錯 要記得很重要 很重要喔 所以你看我們今天節目告訴你 欸 欸 美國公債殖利率 欸 我們看看這個畫面 美國公債殖利率上升了 好 哪些個股是遭殃 台積電怎麼辦 好 好 其實這很重要喔 所以我們今天節目好精采 投資必休克 好 那也記得我們股市福利社 是在每週一三五的晚間八點上線 那像今天這樣特別單元的話 就是隔天中午會上線 所以要記得一定要訂閱我們頻道 才會收到通知喔 好 那最後也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Woo Avisions Assemble 標故沒有手 也沒有腳 好 停 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了 看這節目你就會知道 賣酒噴 賣酒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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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之前要考慮自己 國粹的安全 一大堆一堂 鳥包 老一包 嘿 不是類似的東西 好 好 正常性交易率 剩下四天左右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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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我現在先也救了好美妖 哈哈哈哈 好 肉依出三針 是嗎 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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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怎樣 哈哈哈哈 後來就準備了 腳痕 八點子 沒有 放在盒子裡面 對 這是哲哲給你的愛 你要財蛋 我的世界放我前 就會 每周第三五晚上 八點子 上線囉 謝謝大家觀賞我們的影片 我是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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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